立法院礼拜三将审查瘦肉精美国牛肉相关修法 当天要处理的四个提案都坚持瘦肉精零检出 然而在政院方面虽然公布了有条件开放瘦肉精的16字真言 不过目前仍未提出官方的修法版本 只确定不会有零检出的修正内容 立法院周三将修法防毒美牛 尽管立委催促 行政院仍旧拿不出官版的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 但已确定只提强制标示 不会有零检出的修正内容 政院日前抛出有条件开放美牛瘦肉精的16字真言后 研考会今天公布民调 表示反对者占48% 超过赞成者43% 而礼拜三要审议的四个提案 包括亲民党团 民主党立委吴炳锐 国民党立委郑汝芬 国民党立委黄昭顺 都要求瘦肉精零检出 再也希望草案能竞速在本会起三读 四个版本都是零检出 就是表示大家都无意义啊 那无意义也已经所有的联署都超过 这个三分之二的委员 那么无意义就可以马上能够出委员会 地方有权 瘦肉精零检出 地方有权 瘦肉精零检出 忧心立愿修法无法挡下瘦肉精 同天民党立委与议员成立反瘦肉精基层连线 希望针对地方制度法修法 让管理食品卫生的权责 纳入地方自治 作为美牛防火墙 新唐人雅特电视 富东陈真 台湾台报道